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呢我们就简单来看一看这个纸品一张说明书特别简单 其实这款玩具呢跟元大的38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所以呢就是简单一张纸 盒子方面呢我们也简单来看一看 就这个赛星私运官非常大的一个盒子 后面呢出示了一个载具人形的两种形态 细节方面呢刻线呢确实也不如正版来得深 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 包括呢你可以看到载具形态的这个密封 当我按压之后呢确实是有所好转啊 但是呢在变形的时候呢或者哪里变形不到位的时候呢 还是会出现这个缝隙不是特别均匀的一个现象 包括后面这个位置啊 我手上这款卡不是特别紧实 还是有两个缝隙 枪的这个位置呢 如果你按压到底的情况下 摇摇晃晃它是不会松脱的 但是呢你只是这样按压的情况下啊 它指定是会掉的 所以呢这一点也是注意的 这枪型呢我上面是简单扫了一层银 我估计呢这个可能是要给货柜进行一个准备的 当时原版的38这个孔洞呢是 插不了其他的VOP的车厢的 而这款呢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插这个车厢 所以呢我们后续再看 然后呢在载具形态呢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我发现好像不是我个人中奖 就是中间这个轮子 这个轮胎呢活动胎的时候它是可以滚动的 但是呢你这样转的时候 它中间的这个轮子啊是很难碰到的 除非呢你看你往后倒的时候可能会带动它滚动 但是往前轮呢它的推车 这个轮子啊不是特别容易滚动的 然后再者呢就是这款玩具的料子方面呢 偏硬一些 然后呢个别的地方呢有比较明显的水口 还有个别的位置有一些白痕 但是呢45块钱包油的价格 我相信如果说你拿它与200多块钱的正版SS38做对比的话 这个也完全没有任何可比性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对于这款玩具进行一个变形 这个玩具的变形呢如果是想看正变的话 你可以去看我以往对于SS38的那款玩具变形 这款玩具呢我就简单来变一个形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就可以 这个位置呢是一个转轴给它转下去 属于一个腿部造型键 然后呢翻折到这个位置 这一侧呢也是做一个同样的变形 这些转轴方面呢都还不错 正版的在这个位置呢是偏软一些 但是这款呢能稍稍的紧实一些 这个位置呢有一个卡扣 我们把它解锁开 一侧呢是有一个左右两侧的结合脱箱位置啊 把它收纳到里面 我觉得个人来讲呢最难的一点呢是在这个位置 首先呢我把这个地方从底往下翻 在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呢 我们把脚掌转过来 转到这个位置 脚掌应该是冲这样的一个造型 但是呢很多人在变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绕 最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在这里 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齿轮关节和脚掌呈现的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平行的 也就是这个位置啊 当它出现在这样的时候呢 你这样变的时候是是非常非常变的 而且呢因为这款料子呢没有官方那个料子那么软 所以呢通过塑胶韧性呢很容易给它变形 甚至出现断裂现象 你把这个关节呢通过这个灰色的齿轮关节 打到一个平行点 这一面呢是平行的 再通过这个根部啊 这样给它旋转过来就非常好旋转了 这也是一个变形小技巧 当这个变形之后呢 再通过这个旋转关节往上抬 上处和里处呢是有一个卡扣 这样就可以保证这款玩具呢在变形的时候呢 保证它的一个变形流畅 我手上替换的这款呢在这个位置呢 关节呢是稍稍有些松 当然是一个C型扣啊也不算是特别影响 我们把它先简单的衔接上去 然后呢翻到背面这个位置呢有一块板 这里面呢是有一个凹槽 这个凹槽呢和脚跟的位置 把它稍稍调整一下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T字形 把这个脚跟和T字形呢做一个固定 然后呢把这个油桶的部分往里折这个造型件给它抬上去 这样别住一下 这一侧呢我们来做一个同样的变形 首先呢脚掌这个位置有一个卡扣 从底部来看 在这儿有一个比较细微的卡扣 翻折出来 然后呢再通过这个关节 把它旋转到这个里侧 这一侧的腿部造型呢先往里放 这一侧呢也是往下放 往下放的时候 这里面有一个托口 这个托口呢和T字形做一个比较好的结合 这时候呢调整一下 哎卡住 这个位置也卡住 这个位置收纳这个部分调整一下 那整个的腿部呢变形呢就完成了 这里面的卡扣一处两处 这两处的卡扣结合 解锁之后 这两处呢都给它结合 解锁住啊 把这两处板呢不影响的情况下啊往外翻折 嗯这里面这个肩部造型给它挑出来 这个位置也是啊可以把这个缝隙先打开 把这个肩部位置挑出来 我这没有手指盖啊 确实在变形的时候稍稍有一些难 然后呢把轮胎部分往下折 倒出一定的空间 这一侧也是一样啊 轮胎部分往下折 你看手臂呢就是经典大哥的一个造型 把它让出来往外拉伸 OK这一侧呢也是让出来往外拉伸 并且呢把肩部的造型顺势呢就可以给它折到一个原来的位置点上就可以 这款文具呢我是有进行一些不色的啊 所以呢在后背的部分会与原版呢有些区别 这些位置呢该折叠的折叠这个部分给它拉出来 并且呢调整一下位置 这两侧的造型往里翻 第一次变形的时候 我手上的这两侧银色关节呢是非常紧实的 而这一次呢加合金键的部分呢就变成了窗户的位置 整个车窗的位置呢全部是合金键 车玻璃的部分呢好像与原版呢也是稍稍有一些不同 蓝色呢是更加的偏蓝一些 OK这些造型呢调整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头部造型给它往下拉伸 把整个的这个位置不影响的情况下啊 给它翻转过来 整个的车板部分呢给它折过来折到这个位置 两处的轮胎让开一个位置 把这个地方造型进行一个锁定 锁定之后呢再把车轮的部分往里折 两侧呢做同样的变形 可以看到这两处呢是有一个卡扣 一会儿呢我们要进行一个锁定 然后把整个的这一处这个板 这个板呢也是偏紧把它往后折 这时候呢把这些造型呢调整好 这个该有的卡扣我们把它卡住 这个位置进行一个锁定 锁定之后把人形的头部这个位置呢 给它锁定住 这个位置呢我个人感觉啊 这一次呢是比原版做的好一些 原版的这个位置非常非常松 然后头部的这个关节呢又非常非常的紧 而这一次呢这个位置呢调整了比较好 变得非常的紧实 这个头雕呢也是活动自如一些 然后呢把这两处按着卡扣 我们把它进行一个锁定 刚才掉落的是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是一个裆部的关节 到时候用胶给它粘死就好 没有什么需要大解释的 OK手臂调整到这个位置之后 然后旋转过来 把整个有面板的部分朝后 这一侧呢也是一样 把整个有面板的部分朝后 把枪形在手部进行一个握持 那整个玩具呢也就是变形完成了 细节方面呢我手上这款38呢 是在另一个家里 并不在我手上 所以呢也没有法细致的做对比 但是呢个人感觉这个刻线呢 还是细节方面呢始终还是正版呢 来的强上不少 然后呢活动方面呢 我们逐一来看 首先呢是头雕部分 蓝色的眼睛 然后呢整个的涂装呢 也口罩的部分的细节呢 也是有相应的刻画 活动起来的一个关节紧实度呢 偏紧实一些 边缘部分的这个水孔呢 是比较明显 当然呢我始终是这样一个心态啊 就是这个价钱 你不要去奢求它会有多么多么优秀的一个品质 胸口的部分呢是合金件 刚才已经说了 里面呢有蓝色的透明件 胸口的卡扣部分呢 结合住之后呢 会有一个向里倾斜的一个脚正版呢 好像这个密缝呢会好上不少 奥义的版本 它就会相对来说差一些 细节方面呢 还是有一些金属色的涂装 刻线呢算是比较清晰的 然后边缘的一些细节方面呢 都是有刻画出来的 这个位置的手部的手轴关节 360的活动呢比较适中 肩部呢有一个平举的关节 手轴的二头肌部分 单独有一个旋转关节 手轴的活动性来说 给大家看一下 标准的90度 在这个位置呢 也有相应的一个旋转关节 但是这个也是变形需要 手部的一个造型呢 就是一个标准的动动手 没有什么过多介绍的啊 然后呢腰部可以旋转 对于这款玩具的活动呢 增加了很多可动性 然后呢腿部前踢摇晃一下 没有什么松散像像 屈膝关节呢 能达到一个比较大的弧度 小腿部分的细节刻画呢 都算是比较不错啊 嗯因为我手上没有这个正版 来跟大家做一个对比 所以说我个人是从肉眼感觉上来说 细节刻线什么东西都比较深 看出来这个视觉效果呢 也是很好 这个轮胎部分呢 是有这个银色的涂装 脚掌的部分呢 该有的接地呢都有 然后呢我说一说 我这一次呢 有增加了一些补色 就是在这个枪型上面呢 扫了一层银 所以呢有一些淡淡金色 最大的一个补色呢 就是在这个背板部分 背板部分呢 我是有进行了一些扫银 扫完银之后呢 有一些金色的点缀 上面又喷了一层消光 所以呢整体把玩之后呢 可能效果来说呢 会比这个原来的版本 这种红色呢 看起来更加有一些分色的质感 当然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对于这款玩具呢 我个人给出了一个评价呢 是觉得如果是一个 想玩一玩设计的话 这款玩具呢 也是能体验设计 虽然这个变形的流畅度啊 和细节呢 可能真的没有正版来的那么好 但是呢 45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然后呢 在一些关节方面来说呢 你确实有松有紧的地方 松紧度不一 个人拿到的一个品项呢 也是不一定的啊 包括我之前拿到那个版本 就偏紧 这个呢 松紧度就比较合适 然后呢 再是一些细节的处理呢 我只能说是做的一般 因为对于这个价格 这个用料来说呢 你不能奢求它太好 如果你把这些观点呢 都刨出去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 对于儿童市场 非常不错的一款 儿童线的玩具吧 那今天的视频啊 咱就做到这儿 简单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